欢迎您到宽和茶园做客 欢迎您到宽和茶园听相声 欢迎您到宽和茶园听相声 把我认出来了 非常热情的 一把手把抓住了 这不是不让人吗 认出来了 就是他 他叫 那叫 就那孙了吗 不知道我叫什么 来到没意 到知道你小名 你还拿孙了当小名是吗 孙孙 有必要最小做介绍 对 我叫高志伟 是咱们宽索茶园的一名校园演员 这是他 这位呢是我的搭档 他叫什么呢 就无所谓 咱咱咱咱咱们呢 笑着我 等会儿 你 说完你自己你得抱一下我呀 你真的说一下 就冷上了 你得抱一下我呀 合适吗 这个时候不合适 抱 嘛儿呢这是 不是抱我 哪个抱 哪个抱啊 哪个抱啊 抱我的名字 这干嘛呢这是 太意外了 我都意外了 他叫刘和鹏 这是我 是咱那个村河茶园的老板 这李宽收的谷底 那是我 这孩子好 他跟后台这么多演员不一样 他是全北京市说向上挣钱最多的 别跟我说 别客气啊 各位您不知道 挣钱最多 跟他说说 一个月挣多少钱 说这个 不跟你说 钱 跟他说说 一个月挣多少钱 不到十万 各位您听明白 咱不开玩笑 这两个人一个月不到十万 跟大伙详细说说 一个月到底挣多少钱 别说 别客气 没外人啊 详细的 具体一点 一个月到底挣多少钱 一千七 一千七 说了不到十万 不是 你下回多不到一百万 那你听人叫虚 太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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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想上挣多少钱 也就是 也就纳数 如果人家不会挣钱 是 正经的喜欢这个 爱人 你看后台这么多演员 有好动的 有好性的 有好温的 有好武的 每个人有自己的爱好 爱好武的 他是好锅箱子 刚才后台 就是这个 之前这场 这两大个子 这儿一个那儿一个 这两大个子 站在这儿那个 叫张超然 张超然 你看 这是大块 他在台下 人家喜欢武术 爱好武术 各种都在 就喜欢这武术 每天早上起来 在自己家小区的公园上 就看人家那边练武术 我看 有这个 有摔跤的 有这个 耍大道的 气功 都有 喜欢这个 对 有一位老头那天 这老头精神 打背头 雪白雪白的 我头发就白了 胡子叨上 可以 直接看去吧 嗯 小伙子呀 呵呵 挺好 怎么着吃 注意你好几天了 干嘛呀 有工啊 到我们家找我去 我又买东西 到我们家我好好夹闷夹闷 他干嘛呢夹闷的 他在纳闷的 不是 老先生 您这个 您干嘛呢 您要夹闷啊 得问呗 看不出来吗 练不住的 练不住的 你是个好苗子呀 我是看上他了 这孩子 有点疲 嗯 您妙子 您能会什么呀 您教我吗 我问问 这老头儿 会什么呀 会得多 会得多 光说呀 你可能不信 那怎么办 这么着啊 孩子 今天给你个机会 嗯 用你最大的力气 给我一拳 干嘛呀 我不管扰 我展示一下这个闪躲的能力 他这已经高兴了 啊 这遇上高人了 那是 那我可打 打 嘿嘿嘿 嘿嘿 嘿嘿 那老头呢 哈哈哈哈 哎呀 哈哈哈哈 你得陪险呀 你碰瓷的 哈哈哈哈 赔人家四万 哈哈哈哈 我遇到碰瓷的那是 从那以后啊 再也不破五十多事儿 哈哈哈哈 小弟兄那里就 光了 哈哈哈哈 还有这个 战杖那个刚才 叫王和珍 大个儿 喜欢游泳啊 哦啊游泳 就是游泳啊 这姿势太长了 游泳就好了 就跟个蛤蜊 那姿势太漂亮了 最喜欢游泳的是这个 后台的李宽 我师父 这王和珍得抢 这李宽一游泳就 就就跟那海螺似的 哈哈哈哈哈哈 游泳好啊 游泳好跟海螺似的 就说这李宽这一游泳 户场都追不上 你不是 哎呀我爱 你怎么就有多不游呢 这个王 哈哈哈哈 反正就是游泳啊 有什么好啊 你看 我也有爱 你也有爱 我号这个养宠 养宠 哎 之前呀就是 我就觉得这人呀 应该有一点兴趣爱 活着不空虚呀 看那个 美国 有这么一位科学家 发了这么一篇论文 这上面写得好 写着呀 大概意思是说 这个主人和自己的宠物 在一被窝里睡觉 能够增进这个 主人和宠物之间的感情 有这一说的 我也是了 不灵了 那怎么可能啊 我也跟我那宠物睡觉去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一醒 一掀被窝 我那鱼都死了 哈哈哈哈 这一屋子兴起呀 你说确信呀 那个鱼能放被窝里 我也想跟宠物睡觉吧 哎 你要想跟鱼一块睡呀 你不如躺鱼跟鱼一块 哈哈哈哈 跟他睡一块 那我第二天成河飘我了 你不是想跟他睡吗 对不对 干不了这个 对 最喜欢储物的是他 我 刘和文号这个 有爱心 什么都喜欢 是不是 之前去的一个朋友家 人家有人鹦鹦 鹦鹦 这鹦鹦很多朋友都知道 好玩啊 会说话 学蛇的样子 喜欢那鸟 会 好玩啊 你好 客气 这用不出话 鸟说什么 你也好 哎呀 哎呀 有意思啊 我会唱歌 鸟说什么 我也会唱歌 没有 你交流 越了越高兴 我会蹦 鸟说什么 我也会蹦 哈哈哈哈 我会飞 鸟说什么 我这么不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这鸟多人性 哈哈哈哈 也太多人性 都会骂鸟 好玩啊 还有人交流啊 我看太好了 洗不上了 洗不上鹦鹦了 哎 去这花鸟鱼虫市场买去吧 人也买一只 大大鹦鹦 小鹦鹦 都有 一千的几万的都有 对 转来转去 看来一大鹦鹦 这大金刚鹦鹦 各位朋友见 太大大个儿了 好看 怎么看怎么喜欢 是 一大鹦鹦 还找给龙鹦 好 这不跟白送的似的吗 这个 这鹦鹦啊 是二手的 二手的 之前在歌厅工作 歌厅那个倒地有下岗了 等会儿这个鸟在歌厅工作 这是人话吗 这鸟是接客的呀 这更无像话了 你这思想太肮脏 这鸟 这鸟 这歌厅里挂这鹦鹦 客人一来了 你好 欢迎光临 客人一走了 你好 欢迎下次光临 接客咧 这不接客 二手的 这歌厅倒闭了 这鹦鹦便宜卖 便宜卖 他这 不在乎呀 就要这 就要这 一百块钱 买了 买了鹦鹦回家呀 高兴 刚一起家门 鹦鹦说话 哇塞 环境变了 环境变了 知道这个环境变了 真好 没多会儿 他妈从屋里出来了 鹦鹦又说话 哇塞 妈妈变了 妈妈变了 哈哈哈哈 没多会儿 他媳妇又出来了 媳妇又说话 哇塞 小姐变了 小姐变了 哎 过会儿的大伙从屋里出来了 哇塞 客人没变 客人没变 哎呦 哈哈哈哈 小姐变了 妈 我自己的老师 哈哈哈哈 别说话 这鸟都不能要 八点生啊 影响家庭和谐 没眼神 真去 那说话吧 哎 反正 就喜欢那个 最后呢 喜欢那鹦鹦 在这会说话 乱七八糟的 什么话都敢说 好 影响家庭和谐 好 换一个 换 养胳膊 嘿 各位不知道 这刘和鹏 是北京信歌协会的会灰 太漂亮 会灰 我都能当会灰 啊 我能当会灰吗 就是 会员 会员 会灰 会员啊 就比这国立城好喝 哈哈 天 哪个会员呢 哈哈哈 协会中的一员 会员 对 就是这个协会的会员 对 专业 玩鸽子 好多朋友知道 就是玩鸽子呀 这鸽子信歌 从北京 拿到上海 一放 鸽子 这种东西神奇 嗯 有这个磁场 体内有磁场 能找到家 能找一家 而且说 比你先到家 这位也没 这 地上堵车呀 天上虎鸟 飞得快 这刀是 玩鸽子 玩信歌 最后人家这信歌好 从北京到上海 从北京到山东 从北京到山西 都能回来 都能飞 这鸽子好 最后挑战一下极限 挑战极限 把这鸽子呀 送到西藏去 送西藏 让它飞回来 飞回来 断练一下 把这鸽子喂好了 拿上笼子 往车上一装 把这车 我问一下 我这车上有电子舞是不是 这车里发动机不是特别好 要去啥呢 简短间说吧 用了这么一个星期零五十二天到西藏 您说俩阅读 一星期零五十二天到西藏了 把这包包拿出来 从这兜里头把鸟石掏出来 宝贝 吃吧 喂 吃 吃完了之后 咱北京建 这就放飞了 又用了这么一个星期零五十六天 二两天到家了 到家第一件事 找自己的宝贝鸽子 鸽子回来快啊 龙子里没有 床底也没有 连锅里头看了都没有 见不了锅 知道吗 哪儿去啊 你又别使下着 抓紧找啊 最后一想 有可能啊 这鸽子在天上遇了难 可能出事了 鸽城啊 我得找我这鸽子去啊 你找吧 借了一辆好点的车 又用这么几十天 往这洗澡走 果不其然呀 在这青海这一块 遇见这鸽子 找吧这就 这鸽子呀 真在天上遇了难 怎么呢 让这老鹰把翅膀给抓伤了 受伤了 飞不了了 这不是飞不了了吗 这鸽子正往北京走呢 当时就感动 是 都感动了 眼泪都下了 哎呦宝贝 你对我太封城了 你比我媳妇都强了这个 鸟城 跟我回家 回家 吃好的喝好的 把这鸽子弄到北京之后 人参切成丁 鸣枝切成丁 冬冬夏草 绝碎了 吃 这大拨啊这是 没有两天鸽子 商品也好了 白白胖胖的 好了 刘鹤鹏把这鸽子 做成一标本 放在自己家柜子上 我说你做成标本 你想发吧这个 表达自己对他这种喜悦之情 不是 我给人弄死了 不像话 太喜欢这鸽子了 哎呀 永久的纪念 永久的 最后 养这些东西不能瞎养 不能瞎养 他这个最后也找人打听 说这个 养宠物 有没有什么讲究 有讲究 隔壁邻居有一老教授 跟他说 说什么呀 小刘啊 这个养东西呢 不能瞎养 有很多个因素 什么因素 首先来说呀 养宠物 第一 要根据你的收入 挣多少钱 养什么东西 第二个 根据你的为人熟事 脾气并性 最重要的 得根据你的长相 来看你能养什么合适 必须养 那根据我的长相 我养你不合适 根据你的长相啊 嗯 什么 养乌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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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棒啊这个 养乌龟 养乌龟 长寿啊 长寿啊 正宅 长寿 而且说 你看你这个人中就长 你就能长寿 你这人中都到不起眼了 你能活 知道吗 你一眼是不是瞎了 不是就那么长吗 反正你这人中长 你这脸就长 你脸圆 你就是个养乌龟 去人圈啊 去充乌市场 看这乌龟 什么样的乌龟都有 你买的几千几万呢 凭准不同啊 买不起啊 我一个月挣一千亿 又能养得起这个呀 对啊 最后 在马路边上 看你一个卖假鱼的 假鱼 他动了心眼了 这也不错 这跟这龟差不多 不是四条口吗 老板这怎么卖啊 怎么卖 三十五 这便宜啊 这想都不想啊 超前就买了 买完了回家呀 一想 这和这龟啊 还是有一点区别 有什么区别 这乌龟呢 甚至有花纹 这甲鱼是一手绿 就是一个杆 我得给它美容 用那磕刀 把这甲鱼的壳上 磕成花纹来 我还有这手 中间磕一个刘和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不得味呢 这王八身上 我的名 你 你养个宠宿啊 我写明啊 怕他丢了 他将来一牙 这王八一跑了 走在马路上 接着没去看 哎 哎 刘和鹏哎 哎哎 哈哈哈哈哈哈 你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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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我名不合适 哪个名 其中你名不合适 都滑了滑了 嗯 改成这个绿洞 中式绿啊 哎 刻成绿洞 这刘和鹏每天看着这王八呀 嗯 刘和鹏看绿洞都看对了呀 到底谁是王八呀 哈哈哈哈 就跟赵镜的一样 什么叫赵镜 哈哈哈哈哈哈 反正就说 喜欢 喜欢这个王八 喜欢 哎呦太好了 听 在我眼里简直就是个公主 春 穿裙子的公主 哦 这就有王八的裙边啊 好看 嗯 做美容 做美容 美化到极致 怎么美容 给他抹这红嘴唇 抹红嘴唇 各位能知道 这王八这嘴小啊 小嘴 这么模糊小 嗯 嘿有招 行了就 把这口红啊抹在手上 哦 嘿 再给王八摸 哈哈 有招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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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着了 这玩意咬人呢 这王八咬人不撒鬼 是啊 这着急呀 这可怎么办呀 怎么办呀 你这 北京有句老话 什么 这个 听驴教的呀 这王八能松嘴 有这说啊 哎 有 这他怎么听着了 嗯 住在城里上哪找驴去 啥子啊 着急呀 他们家隔壁有个卖驴肉伙子 推门就进去了 你看有驴嘛 对 老子 人家怎么说的 滚 直接就给骂他 驴火哪有驴呀 都是火 着急呀 这老板丈呢 他说 顺驴那边啊 保不齐有驴 就去呀 说一想这 拎着这王八这 拿手机 打车吧 咱去吧 把你去 打这滴滴 这么一看 倒顺驴那七八十块钱 远 舍不得呀 我一王八才三十五啊 得了我拼车吧 等等 没点故事了 这是养成的这个 他拼车 剪断结束 打车 奔着顺一这方向 去了 嘿 到这个曹白河这块 真有一驴 预言 跟这河边上吃草子 啪啪看着 拎着这王八 嘿嘿嘿 嘿嘿嘿 驴哥 我管你 走 这什么会儿呢 你求人呢 求人办事 驴哥 驴哥 帮我忙 帮我忙 男伙驴过来 谢谢谢谢 是怎么走在这儿 小毛驴 驴哥 你帮我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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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忙 帮我忙 咬着我 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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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人办事 这驴鬼呀 那你让听得到好 咬着你吗 让叔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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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叔 你帮我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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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一个响 thrust 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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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呢 说吧 王八松嘴 哈哈哈哈 不像话 我学你也要王八松嘴 不是你说你那小黄伯啊 你怎么站起来说 站起来说 你说我对你这么好啊 是吗 我对你这对的亲儿子都也知道你 我对你这么好 你养我你一挨 挨 挨 挨什么了 又养了吗 没记下吧